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历经一年多谈判 欧洲理事会终于在11月通过英国脱欧协议 接下来就看英国国会是否批准 这份英国首相梅伊大力推销的草案 不只在国会遭逢严峻挑战 就连民调也显示多数的英国民众并不满意 不过梅伊坚持不退让 英国国会的决定将左右对英国经济冲击强度相当关键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中央社助布鲁塞尔特派员唐佩军 以及伦敦特派员戴亚珍为您带来第一手分析 英国要和欧盟分手而被分手的旧情人就在这里 这里是欧盟执委会负责谈判提出协议 而那里是欧洲理事会负责召集27个会员国通过脱欧协议 回顾整个脱欧过程 英国在2017年的3月29日正式通知欧盟启动脱欧程序 过了三个月也就是在2017年的6月双方正式进入了脱欧谈判 期间英国首相梅伊以及他的官员来来回回 不知道多少次来到了布鲁塞尔 在这两个地方不断的沟通协商 经过了18个月的努力谈判 终于在上个月也就是在2018年11月 欧洲理事会召集27个会员国正式通过了这项脱欧协议 以及与英国的未来关系政治宣言 接下来将进入最重要的一关 也就是英国国会是否会批准这项脱欧协议 如果英国国会通过 那欧盟与英国将会是和平分手 如果英国国会否决了这项脱欧协议 那英国跟欧盟将会是痛苦分手 未见预期如果是无协议的分手 恐怕英国的贸易以及商业会很难避免陷入一场混乱 英国国会接下来将做出如何的决定 欧盟及全世界都在看 中央社记者唐佩军布鲁塞尔报道 英国国会即将投票决定是否通过首相美医的脱欧协议 不过依照目前整体情势来看 协议通过的可能性并不高 脱欧协议最具争议的部分 就在于北爱尔兰的边界问题 由于英国和欧盟都不希望脱欧后 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之间出现硬边界 因此订定了备用计划 也就是所谓的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 根据边境保障措施规定 如果在脱欧后的过渡期间 英国与欧盟没有谈成新的贸易协定 北爱尔兰的部分食品和商品标准 必须采用欧盟规定 以免边界得重设海关 带来很大的麻烦 反对者认为 这会导致北爱尔兰和英国采用不同的法规 造成英国的内部分裂 而美伊的游党 也就是北爱尔兰的民主联盟党 因此表明不支持这份脱欧协议 将在国会投下反对票 而少了民主联盟党的支持 加上反对党工党 以及保守党本身的反对者 美伊的脱欧协议几乎是不可能过关 脱欧协议如果没有通过 一切都将陷入不确定性 而如果没有任何协议通过 英国可能会无协议脱欧 根据英国央行评估 若是无协议脱欧 英国的经济将陷入大衰退 这也是英国政府将不会乐见的后果 BREXIT MEANS BREXIT, AND WE'RE GOING TO MAKE A SUCCESS OF IT. THERE WILL BE NO ATTEMPTS TO REMAIN INSIDE THE EU. TODAY MARKS THE CULMINATION OF OUR EXIT NEGOTIATIONS WITH THE EU. BUT IT ALSO MARKS THE START OF A CRUCIAL NATIONAL DEBATE IN OUR COUNTRY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BEFORE CHRISTMAS, MPs WILL VOTE ON THIS DEAL. IT WILL B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VOTES THAT PARLIAMENT HAS HELD FOR MANY YEARS. THAT NOBODY'S WINNING. WE ARE ALL LOSING BECAUSE OF THE UK LEAVING. BUT GIVEN THAT CONTEXT, THIS IS A BALANCED OUTCOME WITH NO POLITICAL WINNERS OR VICTORIES. BUT GIVEN THAT CONTEXT, THIS IS A BALANCED OUTCOME WITH NO POLITICAL WINNERS. BUT GIVEN THAT CONTEXT, THIS IS A BALANCED OUTCOME. MING. MING. 中央社记者 中央社记者 赶加达为 中国政府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央社拥有 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气候变迁和英国脱欧 对于全球是恐怖的危机 但对英国气泡酒业 却变成了转机 英国在今年历经 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后 当地葡萄不止品质提升 产量增加六成 甚至带动了英国气泡酒的 竞争力与买气 法国香槟是气泡酒的一种 但相对于英国气泡酒的蓬勃发展 原是香槟海外第二大市场的英国 去年销量却创下18年来新低 主要是因为英国脱欧后 英镑贬值 让欧洲进口的香槟价格攀升 因此比起香槟 民众更愿意选择自产的气泡酒 在引进欧陆酿酒器材技术后 英国气泡酒品质提高 价格较为亲民 也让英国业者更愿意投资 目前英国气泡酒业者 除了持续耕耘国内市场 更放眼美国 希望让英国气泡酒 名扬海外 中央社综合报导 法国近来每到周末 街头就出现身穿黄色背心的群众 集结抗议 这项被称为黄背心运动的示威 抗议政府预定明年初 调涨燃油税的政策 从上月中旬开始 已经连续四个周末在全国串联 先前三波示威已经迫使政府让步 月初宣布取消调涨燃油税 不过抗议民众的诉求 早已经超过燃油税议题本身 最近这波抗议 全国约有十二万五千人上街响应 对于多项议题全面抗争 法国政府已决定取消燃油税 但仍无法平息黄背心运动的怒气 抗议群众认为问题更原在于 现有购买力无法基因生活 因此要求总统马克宏 提出有效政策来改善 否则就应该辞职 黄背心运动演变至今 不再只是抗议燃料税上涨 而是群众对于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 巨大差距积怨已深 老鼻码 连平台的购买力几年 磊的力量也有改善 战购买的几年 国政府是一家人购买的 一本购买 这是乱梗的厕据 当 Our都有购买的厕所 我们购买的我们的确项 funniest抗计划 亚不再慢慢赚 在笙购买的购乱 人们在购买的那种购乱 这就是这样 我四十 Philadelphia 这是为了 gw命予决装 为了解姓 这不是为了解 我 cancel 造成为了解 在这些国家的国家 很久以前有一个大量的货币 在货币的货币 在工作坚持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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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的货币 很普通的货币 有很多货币的货币 在这些小组的货币 在这些组织的货币 在这些组织的货币 在这些人的货币 由於黃背信運動先前的抗議活動 曾出現嚴重衝突 造成人員受傷 最近這波抗議政府加強維安 動員全國八萬九千名警力極限兵 防範再度出現暴力場面 法國總理菲利普目前已經向外界 承諾對話 將展開全國性溝通會談 總統馬克宏也會擇日發言 黃背信運動眼燒不停 如何平息民怨 讓每週六的示威劃下句點 成為馬克宏執政一年半以來的最大危機 中央社記者曾一璇巴黎報導 節目最後帶您聚焦涉嫌 詐欺被捕的華為財務長孟晚舟 美國指控她在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四年 利用名為心通的非官方子公司 和伊朗進行生意往來 嚴重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 儘管孟晚舟否認華為和心通的關係 依舊被美方以涉嫌炸欺罪通緝 在加拿大被捕 這個事件再度引發中美關係緊張 孟晚舟保釋聽證會台北時間11號將再次開庭 更多後續消息請持續鎖定 全球視野 感謝您的收看我們在華視頻道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張雅婷 我們再會 敬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